站住 你怎么打人呢你 站住 站住 你们俩先出去 晓晓 干吗走 我说姓杨的 你要诚信咋我饭碗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白家的人找上门来了 说孩子他娘三番五次上门要孩子 你丽丽是说洞穴找到地方了 我告诉你 我还没有做过这么卧心的买卖呢 你和你妹妹一个前脚卖孩子 一个后脚就上门要孩子 你们兄妹是不是合起伙来算计我呀 没有 绝对没有 行了 别在老娘面前演戏了 白家人说了要么还钱 要么把孩子他娘领走 从此以后不再上门纠缠 你看怎么办吧 我没那么多钱还你 没钱 没钱跟我去领人啊 你啊 快走啊 走啊 嫂子 嫂子 你怎么了 嫂子 快起来 嫂子 快快快 快 嫂子 你醒醒 醒醒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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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诚 走 燕诚 嫂子 你没事吧 你就走啊 燕诚 一天就要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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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嫂子 他们不肯给一天治病 他们怕花钱太多 所以不给一天治病啊 大夫说 大夫说要是再不治的话 就来不及了 一天就要死了 一天就要死了 嫂子 你帮我把孩子养回来 嫂子 他们不给治 我要给一天治病 我要给一天治病 你帮我把孩子养回来 我去 我去 嫂子 我这去就要啊 嫂子 来 我先扶您去 小子 你坐好 你等着啊 那去你的婆娘 你快 9ires 快看了 快看死了 很严肅 пой Ko 湯 我 你 把儿子还给我 你把儿子还给我 你把儿子还给我 把儿子还给我 为什么要败掉我的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 那是我亲生的孩子 是你的亲外生啊 你怎么能忍心呢 把他败掉 我已经没有了机会 你 你怎么忍心 让我再没有一天呢 你还是不是 我的亲哥哥呀 一天病了 他们不给一天治病 也不把孩子还给我 要是没有一天 你让我怎么活 怎么活呀 你把孩子给我要回来 把孩子给我要回来 把孩子给我要回来 你要不回来 我就死在你面前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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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雪 南京太太 哥哥也是为了你好啊 杨大哥 我是今天的朋友 孩子得了重病 若不赶紧医治的话 孩子就没命了 我的一天 陈媚婆 陈媚婆 来 陈媚婆 行了 行了 就这么着吧 把钱拿来 把钱还给人家 陈媚婆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 要不是为了还赌债 我才不会把那孩子卖了呢 如今钱都拿去还债了 哪有钱给你啊 少废话 拿钱来 谁愿意花钱买个病孩子呀 陈媚婆 好 您哪 喝口水 来 陈媚婆 您老神通广大的 您再可想想办法吧 我妹妹在白家门口 哭得死去活来的 一天那孩子 又病得快不行了 你让我怎么办呢 哼 也不是没有办法 就怕你妹妹不肯 您说 只要能解我的男 我去劝她 你妹妹这么年轻就手了管 早晚还得这家人呢 我看哪 不如现在就给你妹妹找个人家 改家 好 我告诉你啊 高桥镇上 有个姓姜的大户人家 想给大少爷去二房延续香火 我觉得你妹妹呀 挺合适的 任朕 任朕等要一个广福吗 我看你妹妹长得挺标志的 听说还画了一勺好花 这家大少爷也是个才子 念过杨学堂 只是 只是这几年 身体不太好 身体不好 什么病啊 也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身上长那些疮什么的 不碍事的 要不人家怎么会同意 娶个寡妇啊 连寡妇都有 她这病得多厉害啊 不会传染吧 不会 人家江家有钱有势的 你妹妹嫁过去 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将来再给江家添个孙子 那大房啊就得让位 饬廓 子BERT 你不行 啊 还是可以 大家好 ин激 母親 尽 proportion 你算羞老婆 可能bereign 的是法治 责 Bea 在沈家早已是个死人 可我是清白的 这也是最清楚的 草儿 爹也不在了 若是一天再有个什么好歹 那我真的就成了沈家的罪人 没有人 能比让我们的儿子活下去 更重要的 我没有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给的彩礼剑 足够换回我儿子 足够给我儿子治病 是吗 是 是 那家人还说了 药匙不够 他们愿意再添剑 好 我同意改家 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要等一天好了以后 带着一天一起嫁 同学 这事没商量 要不然你就看着我们娘俩一块死 要不然 你就送我们娘俩一块家 老夫人 那个女人的确相貌出众 端庄秀丽 丈夫也死了刚刚一年 还生了个姨父子 依小人之见 要是就这么让她带着孩子嫁进来 怕会影响江家的声誉啊 而且 像这么苦命的女人 别再给江家带来什么晦气 苦命 你觉得她这样就算苦命了 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苦命吗 不管怎么样 至少她还有个儿子 她的这些苦算不上什么 告诉陈媒婆 这门亲事我应下了 请人看一下她的身长八字 找个好日子 把她取进来吧 是 她儿子的病怎么样啊 据说已经医好了 告诉他们家 不要领袭前 把孩子的病彻底医治好 让她踏踏实实地嫁到江家来 礼经也不要亏待了人家 知道 转告陈媒婆 我谢谢她了 是 好 嫂子 嫂子 我走了 请原谅言真地不辞而别 我虽然帮你找到了一天 却没有能力救她 我实在太美了 嫂子 你为沈家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令我敬佩 令我惭愧 我没有脸再见到你 我唯一能为您 为沈家做的 就是查出杀害靖天的凶手 之前沈家发生的种种 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 错综纠结 只有找到最初的缘由 才能理清阴霾 解开所有的疑惑 让一天的未来 能够平平安安 这一切 都是从靖天的死开始的 所以 我一定要查明真相 替靖天报仇 替沈老爷报仇 给嫂子一个交代 保重 老夫人 按照您的意思 聘礼送到了 日子也定下来了 曹管家 我听说咱们要娶的这位姨奶奶 不但命不好 恪死了自己的丈夫 还带着个孩子 咱们姜家 老夫人 咱们姜家可是高桥镇的大户 就算是要娶进来做小 也得配得上咱们姜家的身份和地位吧 连这样的女人都娶 别人怎么看咱们姜家 难道真要让别人说咱们姜家无望了吗 你娘家倒是有身份有地位 怎么就没有教养出一个贤惠体贴的闺女呢 这些年来 你可曾有一刻讨得庭恩欢心 你可曾有一时不让庭恩发脾气 要是你们夫妻俩能和睦相处 早日给我生个孙子 我还用得着废这些心思吗 娘 这事不能怪我 是庭恩她 闭嘴 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去苛求别人 姨奶奶就要进门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 最好弄清楚自己的身份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姜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吃饭 干嘛 二太太 我想请假回家看看 别骗我了 你日想去看冬雪吧 刘妈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现在家里离不开人 我就回去一天 求求你了 二太太 算日子 孙少爷也该出满月了 早该把老爷大难不死的好消息 告诉大少奶奶了 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 我只要看到他们俩平平安安的 我就回来 您看行吗 好不好吧 不过 你可得早去早回 还有 你记住 你这是请假回自己家了 若是老爷问起来 千万别说漏了 是 谢谢二太太 好 爹 你不要这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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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姑姑嫁人了 姑姑走了 什么 来来来 把孩子交给我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拜天地 拜 二拜高堂 拜 夫妻对拜 姨奶奶 这就是大少爷的房间 你 你自己进去吧 滚 滚 今天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高前真枪杂少爷的二大 不管今后会发生什么 也不管这三年后面的人是谁 每有一天我都会坚持下去的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师 不好了 老爷 不好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少奶奶改嫁了 什么 我必须马上禀告老爷 不行 二太太 你放开我 不行 你不能进去 你们吵什么 进来说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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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外面吵什么 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罪甘万死 我不该瞒到现在才跟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爷 大少奶奶没死 当初狗子救了她 她一直藏在娘家 大少奶奶为沈家生下了孙少爷 可今天她已经带着孩子开家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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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请大夫 请大夫啊 快呀 娘请喝茶 起来吧 起来吧 谢谢娘 这是你姐姐曼云 也去给她敬杯茶 是 姐姐请喝茶 你起来 你起来 昨天晚上难为你了 你跟孩子没怎么样吧 有老娘关心 我们都好 那就好 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就没办法做我们江家的媳妇 东雪啊 你跟我来 是 是 以后白天你就在这儿画伞 晚上再去伺候庭恩 娘知道我会画伞 你的遭遇 我多少了解一些 如果不是知道你有画伞的手艺 我也不会答应你带着儿子改嫁的条件 我们江家的伞房 虽然不像华盖房那么远近文明 但是在高桥镇上也是小有名气的 只要你尽心尽力把伞画好 我们江家不会亏待你 也不会亏待你儿子 没错 我替我儿子 那妾 是为了要延续江家的香火 可如果江家娶你来 不但能给我生孙子 还可以把我们江家的伞业发达 那妾 换做生理 会不会也会和我一样 答应让一个寡妇带着儿子 嫁进江家 你可以开始干活了 来 曹管家 大少奶奶 曹管家 这个新来的女人 是什么来路啊 为什么娘对她这么客气 还给她准备了单独的房间 老夫人准备那房间 是为了让姨奶奶专心画伞 她会画伞 是的 能娶她近门 是因为她会画伞 大少奶奶 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我先走了 曹管家你别走 我还有话问你呢 娘怎么会知道她会画伞 她已经在你家伞房啊 我真的还有事 我先走了 曹管家你别走啊 我先走了 这给送给你 想我的时候 写信给我 这去哪儿啊 啊 小姐 你就是新来的姨奶奶吗 是啊 你是谁啊 我叫秀秀 是江家的大小姐 你都把自己 关在屋里一整天了 你不闷吗 你爹 不也是天天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吗 他不闷吗 我爹有病 不能出门 你爹有什么病了 为什么他不出门啊 不知道 娘说那个病会传染 从来不让我接进他的房间 家里除了我娘 都躲着我爹 那你爹他病了有多久了 嗯 嗯 很久很久了 从我懂事起 就没见过我爹 娘 姐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说的话你怎么都不听呢 让你不要搭理他 走 跟我回屋 你是不是 不要问他 万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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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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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话 要求的是笔墨简练 期允生动 这把伞被污染了两次 所以想用这种方法画画 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 我就想用公笔画来试一试 公笔画是可以多层添加 反复上色的 因此它的覆盖力非常强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大面积的平图 爹 不如给这把伞起个名字吧 海棠依旧 好 海棠依旧 海棠依旧 谁呀 姨奶奶 海棠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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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好 曹管家 我嫁到江家也好几天了 从来都没有见过大少爷出门半步 想问问曹管家 大少爷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我们给大少爷请了不少的大夫 可是哪个大夫也说不清楚 大少爷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大少爷不肯医治 这身上的浓疮总也不见好 有人说大少爷的病 也许会传染 所以平时大少爷就把自己给关起来 从不出门什么人都不见 除了大少奶奶 没有人敢接进她房间半步 怎么会这样呢 有些话我们做下人的不该说 您也就别问了 那老夫人呢 老夫人都没有办法吗 老夫人心里就别提多着急了 可是她拗不过大少爷 大少爷是老夫人的一块心病 老夫人也只是表面上严厉 毕竟整个江家都靠她一个人支撑的 我懂 我懂 老夫人是个大善人 是啊 当初给姨奶奶儿子治病 老夫人没头都没皱一下 就把钱拿出来了 我知道 她 姨奶奶 您若是还念在 老夫人救了您儿子一命的情分上 理应力所能及地帮她一把 她一个人支撑着江家散房 很不容易啊 老夫人 老夫人 那个杨冬雪还在那坐着呢 一动没动啊 不急 她会画的 那您是怎么知道 她一定会给江家划散啊 这个杨冬雪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咱们江家对她有情有义 她不可能坐视不理 她能站在庭恩房门口待上一宿 没有一句怨言 这可不是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做到的 她现在是在犹豫 而是因为她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 她担心这么做会对不起沈家 这就表示 她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是个稳重踏实的人 如果我一提出座话她就答应 反倒让我担心 她的为人 是 老夫人说得极是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前一阵子华盖房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还能从咱们江家散房抢走一大批订单 这 全是她杨冬雪一个人的功劳 她 她在三面上作画的手艺 不但挽救了华盖房的损失 还获得了林掌柜他们的青睐 因祸得福 只不过后来是沈家起了内讧 才把杨冬雪这个宝贝给弄丢了 难怪老夫人会同意她带着孩子 嫁进江家来呢 像她这样德才兼备 才貌双全的女人 带个孩子有何妨 何况一旦沈家知道了这个孩子 要回去是早晚的事 可杨冬雪这个宝贝 就永远是咱们江家的了 秀秀 在踢剑子呢 我帮你吧 两个 三个 我的剑子 我帮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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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还在顾虑沈家 如今沈家只剩下了空壳 花盖房 不会再有从前的辉煌 你现在是江家的媳妇 凡事应该以江家为重 如果你还顾念于沈家的情分 你现在就该好好地把儿子养大 那是你目前唯一能为沈家做的事情 我是个生意人 不会平白无故养个闲人在家 你得靠你的劳动 换来你儿子的吃穿用 包括他将来上学读书的费用 我可以让你带着孩子嫁过来 可是抚养他是你的责任 你是个聪明人 我的话你应该明白吧 媳妇明白 媳妇明白 广鄉 可汉 好 今天 在沈家的日子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一目一目 就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 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和爹死的委屈啊 我已无法报答你对我的情谊 也没有机会孝敬爹 如今我能为沈家做的 就是用我的双手 把一天养大承认 好 画工细腻 意境深远 就连色彩的搭配也别具强性 真是好玩 谢谢娘夸奖 曹海 把姨奶奶画的伞 拿去让客户看 是 你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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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大哥 我们又做错什么了 又把我们押来 大伯 各位叔叔 我们已经很努力在华盖房工作了 他 我问你们 当初是不是你们脚迫容秀 无限东雪与人同监 我问你们